允許就可以下班了 大家有什麼要詢問的來 我想當然有我幾個目的 那最最後是謝局長老師剛剛到任 那我來這邊看看他 那他一方面是也要聽聽他對查費自報他的想法跟做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上次我們宜蘭發生招待所來的事件 我也要了解一下接下來後續整個我們的處理的方式 那我想昨天大家看到 那宜蘭有一個所謂的陰招戰的這些問題 那以前宜蘭有一陣子在這一部分是有一點問題 後來相當的好 那我們希望說要維持宜蘭 是一個我們好山好水 一個宜家宜居的一個地方 非常適宜居家的一個地方 宜蘭是一個好地方 所以來瞭解一下 那另外宜蘭的自然在以前來講長期都是非常好的 我們必須維持這個自然好的轉換 所以我特別過來了解一下 那當然我今天來的不是只有這個 還有其他人 也會到其他人去看 但是那個就比較沒有公開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跟局長談一談 所以我今天沒有用很正式的形式 做了聊天的方式 那在這裡也感謝我們警察同仁的辛苦 我剛剛為有關我們電擊槍 然後給那個鐵路警察局開始使用 那剛剛從來這邊看那整個演練相當的好 那接下來我們又為了韓風警察局相關的這些電擊槍 我們每個WOE間 另外也要讓我們原警知道我們使用警線 我們要大膽、正確、明智 所以昨天我們高雄市警察局在南投在擊毒 這個歹徒開槍 所以我們原警立即還擊 我絕對支持 百分之百分之 像這個不但販毒 這個已經是危害社會治安 非常可惡的行為 而且還敢對警察開槍 所以我跟我們警察同仁講 毫不遲遺的 在當下的判斷就是要明智的、大膽的、正確的使用槍截 所以昨天我們的原警也非常正確的立即還擊 這我都全力支持 要給我們警察同仁一些鼓勵 以上謝謝大家 還有沒有要詢問的 剛剛有提到消息 所以接下來是會 我想總是社會有黑暗的一面 那我們警察就必須要把黑暗的一面要把它消敏 那當然我們消敏了一段時間 有一些就不法制度 還是會想說要試試警察是不是有鬆懈 然後想要嘗試一下跟人從裡面撈到一些不法的利益 那我們檢察同仁絕對是神之以法 絕對不客氣 所以昨天破獲這些 我們都要鼓勵 所以我有特別來給他們鼓勵 謝謝他們 然後我們要繼續加強 包括上次招待所的事情 我們都要繼續來處理 我們不容許這些事件再次的發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